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他这个大的公司里面 一个单一业务部门能够获得的资金的支持 不会太多的 不尽管会比我多 然后从技术产品各方面我也不尽管比他差 这时候他的胜算就不会太高 当然我不能说保证说我一定能够保持这个位置 比如说假设腾讯觉得我要动了他的核心利益 他铺所有的力量来跟我打 我肯定必死我一样 毫无悬念 对吧 但是如果没有碰到他的核心利益 他只是拿一个小部门做尝试 那基本上我可以打包票 他打不赢我 因为我有比他更好的产品 我的技术也不差 我的市场营销团队经验极其丰富 最重要的是我根本不缺钱 不缺钱是一个在这种恶劣的竞争环境下 很重要的因素 腾讯的话是属于有例外 腾讯我觉得就没得打了 除了腾讯之外的 其他人还是有得打的 这里面有几个因素 第一是说产品团队 就是说别的人才抄你的时候 可能是能抄得还不错 但是他不知道你未来要做什么 他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他只能在这个时间点抄进来了 但是后面如果说你还常有一些很猛的招 没有出手 等他出手的时候你再拿出来 那你就有机会了 其实唱巴最危险的时候 是在今年的9月份到12月份 那个时候为什么最危险 唱巴上线两三个月了 所有人都知道唱巴火了 肯定有一大堆的在抄 然后开发周期也就是两三个月 基本上9到12月份应该出现一大堆唱巴的copy 却试试结果是出现了一大批 出现了好几家我们看到了 然后我们当时首先想的是说 第一 竞争对手会从哪个地方杀过来 他杀过来一定是从产品功能上 在某个地方有创新 某个东西是我们今天最大的缺陷 这个缺陷是用户不可忍受的缺陷 去补 所以我们当时其实花了很大精力 这个得让加点功能 那个得让加点功能 这个功能还真不见得是用户马上要用的 只是说我害怕说 哪天哪 假设竞争对手比我更先推出这个功能 用户为了兴起就跑去那里了 只是兴起而已 不是说必须用的功能 那我就必须先做这些功能 就相当于说 我在竞争对手出现之前 我就在每一个可能被攻进来的地方建一个堡垒 这个堡垒不见得有多强壮 但至少说 我不会让他那么轻易的 比我更先公布有这个功能 让我的用户觉得 那个地方更好玩 我们去那边试试 用户就跑掉了 其实根本不给这种机会 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市场营销这块 从非圈内的人会觉得说互联网的营销好像有很大的空间 其实没有太大的空间 就你获取用户流量的来源 就那么实际上是个 在移动会访网上也就实际上是个来源 就真的花钱能买到的流量 就那么实际上是个地方 你只要那实际上是个地方 你都打好了关系 建立好你的资源 别的人跟你抢 他只能抢广告位 就同样 比如说我们在九一上 我今天跟九一的合作很简单 有的时候我投钱 有的时候我不投钱 如果出现有个竞争对手跟我抢广告位 那其实就很简单了 他套多少钱 我套多少钱 就变成一个钱和钱的竞争 那么那个位置上能花多少钱 花不了太多钱 我对于单一平台来说 它的流量的总量是确定的 比如举个例子 像九一或者同步推的吧 它每天能给一个单一APP 贡献的流量就那么大 所以即使另外一个腾讯 在那个地方一天砸一千万 你就抢不到多少流量 它最多 比如说你也许在这个地方 能真抢的流量比我个一连五倍两倍 也就这种量 不可能更多 假设说它是第一的广告位 我是第二的广告位的情况下 它最多抢我一连五倍的流量 也抢不到太多 不会说一下子超过十倍二十倍 一单一取代的流量就那么大 然后呢 从那个钱的角度 花钱的话呢 是有技巧的 有的人不知道花钱的话 是乱花钱 你砸几千万几亿也是能砸掉的 你说同学有钱 他砸呗 你看我肯定是乱烧钱 你没有用的 你就砸那种线下广告 分众传媒 拼命砸 几个亿一瞬间就没掉了 但是没有效果的 真正有效果的流量 不需要花那么多钱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自己去控制就好了 我们觉得说 在一定的可控范围内 保持我的稳定的增长 然后这个增长的话呢 即使假设出现竞争对手 我只是要保持我认为 有效率 性价比高的渠道 我还是第一名 其他小渠道你爱抢抢去 跟我没关系 因为那地方抢的用户规模也不大 那地方抢的那个东西 相对对我的威胁也不大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你的竞争对手出现之前 你要获取到足够大的用户 这个是最难的 安全点的问题 就是你的产品到什么时间点 你不怕竞争对手了 其实我觉得 没有一个绝对的安全点 即使到今天 像360百度啊什么 都还是觉得很危险 天天都怕自己被人搞死了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相对的安全点的 比如说你的用户贵 不要今天我说 唱包上千万用户了 相对就安全一点点了 就不会说我到今天 我天天 讲得很牛 到时候都说我唱包很厉害很厉害 到年底才几百万用户 还是说不出去的 别人还是觉得 腾讯一出了你还是死 但今天我上千万用户 相对来说 没那么容易死 对于所有唱歌 喜欢唱歌的用户来说 他脑下里面已经有个印象 只有一个唱包了 过了这个时间点 别人再做一样的产品 他就变成超我了 他作为一个超习者 从很多用户眼里 就会觉得鄙视海了 就是说当我用户很小的时候 巨头是有独特的竞争空间的 比如说我当我只有100万用户的时候 巨头完全不需要考虑 我这100万用户的感受 他完全去圈另外100万用户 但是当我有上千万用户 或者更多用户的时候 他一定会来抢我的用户 而不是光靠他的用户 就能抢到这个规模 这时候就不见得是谁赢了 这个确实挺难想的一个问题 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面向巨头 还是挺可怕的 所以就是要有足够多的钱 自己要做得好 要跑得足够快 圈到足够多的用户 但核心前提是 你真的有一个好的产品 人家会愿意抄你 如果你一个产品别人都看不上 你还害怕的话 那么也加